最近入手了一个超赞的料理机 用它搅少量的肉馅轻松搞定 大号的玻璃碗配四叶刀头 还有三个这样不同颜色的小碗 搭配两叶刀头 不同的碗可以一次处理不同的食材 每一个都是独立使用的 专刀专用不会窜味 它们共用一个主机 主机是有线的 动力充足 电源线也运流的特别长 1000毫升的绞肉碗 家用绝对够 点动按压 一键启动很方便 还可以叠套收起来 美观整洁不占地方 晚上好我是娃娃妈妈 买了点眉头肉用来包云吞 这个是葱花炸葱油用的 混沌皮买的现成的沙鲜混沌皮 在北方很难买到这么薄的混沌皮 把肉切成小块放入绞肉机 180瓦功率 22000高转速 只需要6秒 就能搅打出细腻的肉馅 千万不要打过头了哟 之前一直用他家的 不锈钢套瓦搅肉机 也特别好用 可以看到搅好的肉馅 完全没有粘连 底部也搅打得很均匀 料酒 生抽 胡椒粉 盐 糖 淀粉 香油 调味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小葱入锅炸 炸至这样微扛即可 加入到肉馅中 加了葱油的肉馅可香了 云吞比较好包 稍微捏一下就可以 一共包了两大盒 给婆婆送去一半 放冰箱冷冻保存 早上好 先来切点南瓜 准备打一个南瓜米糊 打南瓜 我会放微波炉 叮软一下 这样更好喝 把食材放入破壁机 选择五谷浆模式 再来蒸点蛋羹 两个鸡蛋 加250毫升清水 再加点盐 过筛一下 顺便蒸了点南瓜 胡萝卜山药 放入蒸烤箱 蒸15分钟 蒸烤箱用起来 还是挺方便的 最近想入手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胡萝卜 玉米粒 放入腐蚀碗 搅成碎末 再来搅一点食鸭仁 加盐 胡椒粉 蚝油 调味就可以了 快速搅拌至虾泥起浆 放入玉米碎 胡萝卜碎 把海苔剪成小块 均匀地铺上虾泥馅 平底锅放少量的油 虾滑一面冲下小火煎 这边锅水开 下云吞 用勺子轻推 防止粘粘 海苔虾饼只要两分钟就剪好了 碗里放紫菜 虾米 味极鲜 鲜鸡汁 再来点猪油 舀上煮好的云吞 再来点葱花 我们的蛋根也蒸好了 倒上蓝瓜汁 就可以开饭了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我爱妈妈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吧 我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的观看